为了挽救逐渐流失的原著民族语言 逐语幼儿园 逐语保姆 加上国中小学乡图语言课程等政策 针对学龄前与学龄中的孩童 希望将逐语及文化教育向下扎根 但对于离开学生生活 进入职业生涯的家长与青年 没有说逐语的习惯与环境 即使居住在部落也未必保有逐语能力 我们下一辈的指挥厅不会说 而且都是像学英文一样 都是单字单字根本就不会连整个句子 像我本身自己会 但是我说了 我老公小朋友回答我的是国语也没有用啊 应该是没有 反而就是台语或是英文会比较容易用得到 因为是比较要需要接触人群的行业 然后逐语的话就 因为可能只有村庄的老人家会用到 外面的人就不太会讲 所以也不会用到 所以就比较难 就是从当中就是有学习的欲望这样子 整个大社会的环境氛围与现代教育 弱化族人对族语的重视 有感部落中生代族人使用族语越来越少 家庭也逐渐失去传承族语功能 族语快速流失 让部落齐老都非常担忧 家庭也逐渐失去传承族人使用族语功能 家庭是族语传承族的重要环境 也是旅居在都会区的原住民族人 族语学习的重要管道 如果连部落地区家庭与部落都丧失族语沟通氛围 对族语传承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如何营造开口说族语学习环境 将族语活出来 恐怕需要援助民族社会 未来一起努力的目标与方向 记者歌手屏东马家采访报道